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范例4 这也是一个净粒平衡的题目 那净粒平衡的题目呢 就会使用合力举为0 还有合力为0 来找出一些条件 然后找出这些条件之后呢 再做解方程式 最后得到位置数 所以这一题也一样 我们首先呢 先来分析一下它受哪些例 题目说 这是一个均匀的木棒 然后有细绳子 然后它又跟地面夹θ角 然后tgθ等于4分之3 那请问 杆子跟地面的进摩擦系数 应该要多少 棒子才不会滑动 就是杆子 那首先呢 它有受到什么例呢 应该有受重力 而重力我们可以视为 作用在重心的位置 因为我们可以撑住重心 就撑住全部 所以就好像在重心那一点 有向下的整体的重量 那再来就是 有受到绳子的张力 绳子的张力 是向着绳子 沿着绳子 然后 一定是拉力 不会是推力 还有跟地面之间的挤压的正向力 跟地面之间挤压的正向力 那最后呢 屏幕有问到进摩擦系数 那就自然有摩擦力 而且应该是最大进摩擦 最大进摩擦才会有 进摩擦系数 所以 最后一个是最大进摩擦力 就这四个例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 合力为0 首先是Y方向的合力为0 Y方向的合力为0 是 我们定向上为Y 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那就是N 再加上负的W 就要等于0 所以N就会等于W 或W就等于N 重量跟正向力 是抵消的 那X方向呢 X方向也是向右为正 向右的最大进摩擦力 加上向左的是张力 也会是0 所以呢 张力就会等于 最大进摩擦力 那大小是一样 这样就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和第二个 再来呢 是 再来呢 是合力举为0 合力举为0 我们以O为参考点 稍微安排一下板面 那以O为参考点的好处就是 以O为参考点的好处就是 有两个例不会有利弊 这两个例就会是 N还有最大进摩擦力 这样就可以简化问题 那只剩下哪两个例举呢 只剩下重力的例举 以及张力的例举 以及张力的例举 加起来要等于何例举 然后要等于0 那我们可以假设 这整个杆子长度叫做L 而重力的例举 它的利弊呢 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参考点 划延伸线 划延伸线到我们重力的这条线 要做垂直 对不对 要做垂直 就是这个垂直 那所以这一段应该是2分之L 然后cos θ 2分之L cos θ 这就是我们的重力的利弊 然后它是顺时针 顺时针的例举是负的 所以是负2分之L cos θ 它乘以重力 那么我们的神张力呢 神张力的例举 是要先找它的利弊 它的利弊是我们把这个张力做延伸 然后从参考点画垂直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 画个颜色好了 从参考点 划垂直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张力的利弊 那看起来应该是L sin θ 对不对 因为对顶角 所以这也是 内错角 这也是L 这也是θ 那L sin θ 就是这个浅蓝色的 也就是张力的利弊 然后它是正的 因为它是逆时针 L sin θ 这就是第三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经过整理 可以整理为 2分之1cosθ乘上重力 就会等于sinθ乘上张力 那经过重处于cos 我们就可以得到tgθ乘以张力 就会等于2分之1的重力 那再把1和2带进来 2带进来 1带进来 那就会得到 第二 第二诗告诉我们 张力其实就是 最大进摩擦力 大小是一样 然后第一诗告诉我们 正向力 其实跟重力 大小一样 所以变这样子 那题目又有告诉我们 tgθ是4分之3 tgθ是4分之3 所以最后呢 就可以整理为 fsmax 最大进摩擦力 就会等于 3分之4 乘上1分之1 乘以正向力 那我们跟 最大进摩擦力的公式 来比比看 那就知道说原来 最大进摩擦力 它是 进摩擦系数乘以正向力 所以原来这个进摩擦系数就是 3分之2 这就是这题的做法 有一点难 因为它要有三个条件 这个第三个条件是这样 然后再经过解 年历方程 解那个 一元一次方程吧 这应该是 有几个位置数要减 但是只要列出 它的条件之后 就剩下来就是数学而已 它的物理只到 合力为0 合力为0 合力举为0 就没有了 解脏 我可以 解脏 解脏 感谢观看